无有事说新语,今有事说新闻,优视频与您聊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7月21日的事说新闻节目 我是记者高子源 疫情期间,回中国避疫越来越难 普通的民航机票一张就要几千美金 而且一票难求 在这种情况下,包机回国的情况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普遍 有人愿意在疫情期间不惜花重金回国保住生命 当然也不排除有不差钱的豪哥和豪姐包机回国 包机回一趟中国,你猜要多少钱 几万,十几万 我只能说是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 如今的价格其实是30万美金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带您看一看 这30万美金的包机长什么样 里面的服务和配置到底是什么样子 有多奢华 21号的早上8点半左右 我们就开始去Van Nights小型机场的路上 那么如今疫情期间吧 路上基本开得很顺 除了经过Duntown Union Station出口的一小段塞车 正下保持60多麦的速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从华人区开了大约20多分钟 我们就到了机场 我们先来看看小机场航站楼的样子 其实还挺温馨的 虽然没有LAX国际机场那么有派头 但是也没有了测温度 警犬纹 TSA检测 也不需要脱鞋 解皮带 检查行李这些繁琐的步骤 本来以为 因为疫情 机场会零零散散的有飞机 但没想到停机坪上面 还是有不少的飞机在等待客人 那这些客人当然也是非富即贵 不是自己有飞机 就是包机出行 今天我们采访到的包机是从湾奈斯 小机场飞往 中途会在阿拉斯加加个油 大约会花费40多分钟左右 当天原定11点起飞的飞机 但因为有一位乘客迟到 所以还是稍微晚了一些 第一次感觉到是飞机等客人 而不是乘客赶飞机 这种感觉真是没体验过 想想都觉得特别的好 听业者说 有些大老板日理万机 机组人员等几个小时的情况 还曾经出现过 不过好在机组人员都是按天算费 一个人呢 一天大约是3000美金 如果按小时还算上加班 那应该是不少钱吧 不过都付得起30万的乘客 我估计付一点加班费 应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好 我们现在终于上了飞机了 这架庞巴迪环球快车6000 飞机真的是不错 从外到内都让人感觉很高级 这个飞机内部似曾相识 后来一问原来是很多有名的 这个中外社会名流 都曾经做过这样类似的飞机机型 很多这些名人或是说这些 这种大老板 他们都是像郭台铭 后来马鱼 马化腾 李嘉诚 他们都是拥有像这种 要么就是高循 弯流飞机 要么就是宝华尼尔 这种 global的 这个是两个最大的 就有点像我们 Mercedes跟B&W 两个都是最大的最豪华的 这个品牌 那其实很多就是 不管是 Bill Gates也有啊 就所有你讲出来的 所有的那个board上面的人都有 这么一想 还真的是在电视上就看到过 今天的驾驶员呢 是来自意大利 非常年轻的机长Luca HELLO I'm Luca I'm the pilot of this flight Web on board 据他说呀 18岁就有了飞机驾照 比起他拿到汽车驾照 还早了一周 好了 现在咱们到了乘客区 我们来听一听 这个30万的包机的玄妙 环球6000的这个飞机 这是属于Ultra Heavy Jet 就是Long Range的Heavy Jet 它就是说它们 它是长程的重型飞机 是属于说 公物机等级里面是最高的 那它这个整个飞机来讲 主要就是有分成前舱跟后舱 那我们这个飞机的话 总共有14个位置 那14个位置的话 平常坐的时候 就是请飞降落的时候 一定要坐椅子 一定要保安全带 不能不能拼成床 所以总共有14个位置 那这两个位置的话 它可以拼成一个单人床 对 那等于说 我们待会的话 会介绍到说 有单人床 有双人床 那这些 我们对客人的服务 主要的话就是龙虾牛排 起司红酒 想得到的都有 对 那现在我在这边坐着感觉 那确实是比一般的 呃 呃 铃银行的飞机 舒服非常多 就非常宽敞 主要是它这个还可以升上来 还是很舒服的 还有这个小台阶 可以放茶水什么的 然后它的沙发就感觉好像是这种 应该是真皮沙发 感觉特别舒服 第一次体验那种三十万包级的感觉 然后这个是一个单独的隔间 然后非常有一个就客人的椅子 这个呢 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床 真的是非常非常舒服 然后这边应该是卫生间 怎么样 今天的视频是不是让大家大开眼界 您对花重金包机回祖国避易 是如何看待的呢 欢迎给我们留言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